判決已經出了 大家都會看到 其中四位 包括長毛、陳浩媛、李卓人和何俊仁 他們最多是18個月 其實兩個刑期每個刑是18個月的 同期執行 我據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重的判決刑罰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一個是一個叫未經批准集結的 未經批准集結就是說 是沒有一個暴力的 或者對於影響社會安寧的成份的 雖然在法庭上我聽到法官不斷說暴力暴力暴力 但是它的控罪本身來說 是一個很輕微的 只是因為沒有經過警方批准的一個遊行和集會 過去來講 長毛曾經在很早期的時候說 就是90年代 就是上世紀90年代 它只是罰款是500元而已 即使是10年前 這個罪名都是判罰款幾千元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18個月 特別好像陳皓桓那樣 他是白手 即是沒有任何的案底 都是要18個月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的刑罰 還有這個是對於我們香港人 一個就是我們基本法所批准 容許我們的一個和平集會 遊行的權利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一個恐嚇 因為你想一下以後 只要警方不批准我們遊行集會 那我們就要參與的話 都要面臨以年計的一個入獄 我覺得是一個對於我們憲法 所以賦予我們權利是非常之大的一個限制